人跟人的感情 没关系 大家觉得一个人跟人的感情啊 关系啊 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一种交流 如果你们相互之间有一段时间不联系了 慢慢的感情就会淡了 对不对 人跟人就是要了解 了解是什么呢 了解本身就是一种缘分 我今天对你不了解 我就不能对你做出正确的评判 我今天不了解佛法 我就不知道佛法到底是假的 什么 今天你们要学佛就是好好的了解佛法 人跟人在一起 大家如果觉得开心呢 那就是一种好的气场 如果大家觉得不开心呢 那这个气场就有问题 几个人在一起也要吵架 但是为什么几万人在一起大家这么开心呢 因为大家都是正能量 都是善良的人在一起 只要说几万个人 就是再多的人也不会有问题 所以在天上佛萨越多 越伐喜 所以在人间 人一多会有矛盾 那么因为我们是人 真正的 是学佛之后 你完全解脱自己了 你一定不把自己 堪成一个凡人 堪成是菩萨的境界了 那你就不会跟人家争吵 不会去有烦恼 这样时候常了你就会解脱了 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今天这几天 大家都像活在天上一样 很开心嘛 开心 想一想 能够救人多好 师父经常在讲 当一个人有困难的时候 这个人如果能够想起来念经 想起来 能够求观世音菩萨 他就是一个用用的法宝了 他就是有运气的人 有福气的人 很多人没有福气 就是他碰到极难的事情 他想不起来菩萨 你看西人在飞机上 如果有什么事情 他马上就是My God 对不对啊 你说现在科技在发达 政府在有能力 你飞机要实施的时候 政府有什么办法 只能叫My God 对不对啊 我们叫什么 关系 看看你们这两天都开悟过头了 所以要懂得一个道理 一个人 真心学佛 真心学佛就是宝 对人真心就是成 一个人对人真心 你会得到人家对你真心 一个人让人家快乐 你会快乐 一个人让人家想得通 你会更想得通 所以这就叫 报应 果报 因果 所以一个人能够懂得因果的人 就是个开悟的人 今天我做任何个事情 我让人家 不开心了 你一定会得到报应 他会对你不开心 你今天做这件事情 你没有考虑周全 你一定会有不满足的 不满意的回报给你的 所以做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喂荫 要害怕我种下去的荫 明白吗 这位先生你到后面去吧 那你站在前面 反而挡住大家 你自己也不舒服 好 好 好 因为看得出来的是我们 学佛的人 不学佛的人 境界不同 气场不同 不去救他 还是菩萨不救 你现在还没有缘分 无缘无缘是你现在没有缘分 但是不代表你永远没有缘分 这佛啊 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好孩子 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多少次了 以后师父在机场每次都是这样 要开始的 弄个小的麦克风也好啊 好 好 他要过去一下 你们等我一会儿啊 好 他要看我护照对个脸 好 那马上就回来了 好 我刚下飞机 哈哈 哈哈 所以 所以跟你们讲 缘分这个东西是 讲不清道不明的 又离不开 又断不了 最最 一个人一生陪伴在你的就是一个缘分 还有一个感情 你说你怎么样把感情断得掉啊 你一生离不开情的 所以一个人啊 怎么样把自己心放正 怎么样不要让这种人间的情 把自己正思维 脑子的思维把它缠住就好 所以张学友不是唱过一个情网吗 情像一个网一样把你套住 你爱什么 他就把你套住 你爱什么 他就把你抓住 放不掉 所以你不能去贪 不能去求 你就能够放得掉 你在人间 如果一个人说 我什么都无所谓的 你说 他会去贪吗 给你钱要吗 你手也收不掉 我给你一个会长 给你一个什么大会长 给你一个什么做做 大会主席好不好 你应该这样的 可以的 你知道吗 你买个彩票啊 这点钱可以种一个房子啊 你们去用嘛 他有智慧啊 什么东西都不要了 那你的心就平了 什么东西都要 你的心就跌宕起伏了 所以人不能什么都要的 现在的人什么都要 就什么不要听得懂吗 啊 你不要 听得懂了吧 你又开悟开了过头了 听得懂吗 所以一个人呢 要用心来评判自己 做的对不对 一个人要心来评判自己 到底学的怎么样 一个人要心来评判 我对人家怎么样 我心对他够好了 我可以了 其实菩萨就知道 你这个人是在还人家债 你这个人是在修了 所以有时候不要去跟人家讲啊 自己心里想想就好了 有时候有些人叫逆反想法 逆反想法是什么 明明他对不起人家 他说他过去也对不起我的呀 不能这么想的 没有说他过去也对不起我 对不对啊 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我自己为了让自己心里得到满平衡 我欺负了他了 我伤了他了 人家怎么样 他过去对我不好的啊 那你不能这么讲的 因为你正在办现行的罪啊 人家过去已经过去了 大家明白吗 明白 你一定要懂这些道理的 一个人如果不懂这些道理 天天活在自我当中 觉得自己是很对的 实际上天天错了 大家明白吗 嗯 一个人不能天天以为自己是对的 以为自己对你一定错 以为自己错了 你可能就是对的 你们不能天天找理由活在这个世界上 今天我为了什么 明天我为了什么 不要找理由 今天在世界上 就是实实在在好好做人 对得起菩萨 对着观世音菩萨 对得起 以良心诚恳待人 师父法身很厉害 你们都知道师父靠救人 不是完全靠会上的 在大会上有什么用了 你看我法身厉害了 我救谁就去了 像他们几个保镖 像他 我都不知道 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家庭关系处理的不好 上次问了一下师父 师父马上稍微加持了一下 好了 两个人现在很好了 解决问题 有一段时间生意很不好 他做梦做到师父背个 钱袋 钱袋 背个钱袋去了 他是药剧师 你看接下来呢 接下来一段时间生意就很好 其实他没求 他只要得到加持他就会 所以很多地方很多人说 哎呀师父要怎么办 我说我一加持啊 就有大护法就会过来了 你不要着急的 你只要一心一意好好弘法 菩萨不会不管你的 你真的在做佛做菩萨 菩萨怎么会不管你啊 对 对 你真的 你如果不是你是假的话 当然菩萨不管你啊 对不对啊 对 他做了一个梦 台上拿了个钱袋 结果他一段时间 哇生意好的很厉害 对不对啊 他药剧师嘛 结果他又想做梦 他说师父为什么不可以卡车过来 哈哈哈 这是我讲的 不是他讲的 哈哈哈 我说他的想要回家来了 给大家背礼物过来 哈哈哈 要记住了 真的 我跟你们讲的都是真话 真修真德 假修假德 不修不得 发展到今天 开心啊 发喜啊 真的 以后越来越厉害啊 所以啊 明年师父有信心啊 我们能够到这么漂亮的剧场里面去 师父在想啊 如果我们去的话 我昨天跟 那个 刘 刘师兄啊 哈哈哈 刘师兄说 我说这么漂亮的场地 坐在里面啊 就是个享受啊 边上这种 全方位 环绕音响 加上整个会场里的环绕的视频 你想想看 哎呀 我们就把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出来 把每朵莲花在四周全部出来 啊 然后 放一点点观世音菩萨的身体的东西 哇 我再设计一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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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半个小时 波顶啊 哈哈 啊 啊 啊 波顶啊 啊 12点一刻 12点20 哎呦 半小时要进去了 还还检查呢 应该出来太晚了 应该出来太晚了 你们没人叫我们的呀 哈哈 你们要Morning Call的呀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啊 男性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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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人不开心呢 不开心你会顺利的 哗 听得懂啊 哗哗哗 哗哗 整天不开心啊 脸笑不出来啊 白掌你这张脸啊 你说开心的脸漂亮还是不开心漂亮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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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花打开,新莲花打开,成功了